你知道零下30度的概念嗎? 零下30度的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家家在这里提醒大家 降温要多穿衣 注意预防感冒 多喝热水 少吃点凉的 切勿学习老郑这种孩子气的行为 无论是零下三十度到处跑 还是和野生动物打成一片 切勿模仿 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有句话说得好 男人至死都是少年 除了表达男人的单纯以外 还有这股傻气 更多关于狼王老郑的故事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